我们太极臣也是这样,预备是,要两个脚松,平松落地,脚趾要舒展开,脚上好了,为什么要站几分钟,要清圆。 不但要清你的外形,主要清你的六脏六腹,你的六阴六阳脏腹,经络是否畅通,穴道是否畅通,气道是否畅通,安静。 我说两句古典哲学的话,好,心静,可神明,这个神明不是天上的神,是什么呢? 你心里一安静,一静,身上六脏六腹,从上到下,肢体骨骼全都通了。 通了以后,你这个脊椎健康了,这两个腰子也就是肾健康了。 六脏六腹,六脏六腹通顺了,你的精神也有了。 好,还有一句话,大道以虚静为本,让你虚,让你静。 可我们太极拳最高境界,有了,叫什么呢? 安静的静,寂静。 干净的静,寂静。 现在呢,我做一个启示。 启示在这个,我练这个八十一式太极拳里边很重要。 一个启示,一个收拾,都很重要。 启示做好了,你这个才能做好了。 启示做好的特点是什么? 静,精神一气安静。 我练了启示了,我现在心里不安静了。 我想起,有动意,看,根本起不来。 我用力,你看,我出去了。 这是不是技巧? 不是。 是不是功力呢? 是内功力,还这么说,但主要在安静。 因为你啊,心里面一烦躁,不安静了,就想起,一起,因为它是走无线的东西。 你走直线了,哼着就完。 出去了,但我安静下来了。 我心里很平静,我没有动意。 不想起,我只安静地走这个,走这个势子。 它已经不舒服了。 所检查,你做的对不对就是。 你不舒服的时候,我用力了。 我不舒服了。 它舒服,它肯定舒服。 我不舒服了。 安静了,大道以虚静为本。 你虚静了,就是大道。 你安静下来,可神明,它扶住我以后,会让,不管它有多大力。 你安静下来,你别想着,你这一想着,不去,我出去了。 心里别复杂了,不安静了。 它推出我以后,确实对我的重心,对我的安全呢,受到了威胁。 我已经受到威胁,你为什么受到威胁,我不安静。 我心里,怕它推我,把我推出去,这个不是太极拳的心境。 太极拳的心境,要安静下来,这个心态特别重要。 它推我呢,我一安静。 刚才它舒服,现在它不舒服了。 好,它没有了,我的手不要推它。 我的手往这儿一放,你看,你看。 这个,我从不安静到安静。 它从舒服,现在它舒服,我不舒服,我不安静,我不舒服了。 现在我安静下来,它不安静了。 好,它推上来了。 你要用太极拳的这种思维,这种心态,看,它呢,未来,实际呢,它不安静。 它的心态就是想把我推出去,它出力。 我的心态呢,不动和安静,看我,我安静下来了。 你不安静了,是不是这么回事? 好,现在呢,我倒说这个安静呀。 有的朋友会说,有的同道全有说。 你说这个多高级? 不是,就在你练拳的时候,第一天到全场,练第一动的时候,老师教你。 你这个心态要安静下来,要安静下来,看,你的拳才能练好。 你的心态,烦躁,你仓功,求快,早日,把这个拳练下来。 你要干什么,干什么? 你的心态根本就不安静。 你的拳源不洁净。 不干净。 你答我这个问题。 说我想养生,我想长寿,我想身体健康。 好。 如果你想身体健康,你不一定非要练太极拳。 太极拳内涵丰富。 你要没有把这个内涵弄明白,你仍然不知道太极拳是什么东西。 你练着就成了干巴巴的空架子。 你练着就成了干巴巴的空架子。 你练着就成了那种东西。 的话,你明天灵害。 我们不易对这些天使. 你不得了。 这些太极拳分开。 你不得了。 这些太极拳吻。 但是,你什么必要扶持这些东西。